好似藝術館,很漂亮 突然間… 我一直都很夢寐意求來到Snow Peak Cafe吃飯 各位,我知道大家對於東京很熟悉 但是丁田市,你們來過沒有? 今次介紹的地方叫南丁田Grand Bray Park 從涉谷可以坐35分鐘,電車可以來到,很方便 另外,它也是東京最大規模的Outlet綜合商業設施之一 有240間店舖以上 還有Snow Peak Museum Tokyo 還有一個叫學家公園休閒的地方 今次介紹給大家,跟我走走 歡迎,跟風,來到丁田市 等等,這裡絕對不是鄉下地方 其實還是東京到 丁田市在挖著邊緣,靠近神奈村 從涉谷站可以坐東急電鐵 田園都市線急行 大概35分鐘,就可以來到南丁田Grand Bray Park 站 一出,就拿了設施,認真方便 雖然它的名字叫Park 但其實也是Outlet廣場 在這裡,大家可能會找到又便宜又美的深水產品 咦?為什麼沒有人呢?平衡世界? 只關今次我申請到的特別拍攝許可 不是清場給我拍,而是容許一早早拍 所以這是早上9時未開門時的環境 營業時間是上午10時到晚上8時 部分店舖有不同,餐廳最長開到晚上10時 一早來到,當然是搶頭位進去Snow Peak Museum Tokyo 嘩!好漂亮呀!我來日本這麼多年 真是第一次去Snow Peak Museum 我現在都很興奮呀! 這裡更是Snow Peak 勝地 位於在美國加州的Struz Museum 全球第一座分館 2016年在六本木設立 後來2019年,再搬到南丁田 來到這裡,一定要做三件事 就是參觀、買和吃 因為有齊Museum、Shop和Cafe三大元素 博物館部分更加在2024年2月1日新莊重開 新設Snow Peak Wonder Room展區 說到Snow Peak最喜歡的角色就是Woodstock 我以前也有買很多Woodstock公仔放在家裡 而且媽媽因為很喜歡Snow Peak 所以我小小都有看Snow Peak的漫畫 花生漫畫和動畫 還會買到周邊產品 看看有些什麼 超級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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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嚇一跳呀! 看的時候 突然間… 突然間… 穿得到… 原來有影像冬畫面 這個空間叫Snow Peak Room 可能是最大的震撼彈 中間最大的Snow Peak雕像 長八米 旁邊還有很多不同的雕像 加上音樂和頭射的演出 真的看到我嘩嘩的聲音 嘩這個夢寐以求的房間 這就是我的房間 裡面還有東西看的 外面還有一個 Terrace 看看是什麼 嘩這個千萬不要錯過 無限Snoopy在牆上 接下來就是Brown Store 大家準備好信用卡 大量現金準備大出血 這裡還可以做到自己的原子印 可以選擇設計畫 寫著自己的名字和訊息 非常推薦 走完餐廳之後 還有一間Pinus Cafe在旁邊 看看是什麼吃 嘩這個刨冰顏色很漂亮 Oluf's Blue Hawaii Shaved Eyes 是藍色的 還有紅色、綠色、抹茶味 這個很顏色 Snoopy Rainbow Shaved Eyes 這款是南丁田店限定的 White Shaved Eyes 像冰屋一樣 還有一些正餐的 沙律、Mexican Tacos 吃東西了 今天的餐點很可愛 首先這張紙巾也很有趣 是HAPPY BIRTHDAY的公仔 咦 裡面還有一個黃 這裡是Pinus Cafe的Mark 很開心 這些餐具 刀叉也有一個標準 這次點了兩款甜品 這款是Charlie Brown的奶色 波浪文已經感覺到是Charlie Brown的衣服 這款好像蛋糕一樣的甜品 是Snoopy Love Love Pancake 所以大家看看我後面的腸 RARF Ruff Ruff 就是它的叫聲 好 試一下這個飲品 還有這個飲品的特別之處 就是當你點了之後就會送Cosa 是不用淺海力回去的 芒果味 很濃厚 它的奶味很好 而且又不會太甜 有一口馬上可以燒水 好 試一下Pancake 它還有雪糕 還有一些粟米片 下面的墊底 這個Pancake 上面那一層 有一個很厚的奶油 還有一些水果在旁邊 讓我馬上試一下 它無論是這個奶油 還是我手上的Pancake 很濃厚 很綿密 在南丁田的Granberry Park 也有不少歐洲用品店 包括有Snowpeak Snowpeak 絕對是日本戶外 和露營用品的代表之一 主打高級 高品質耐用 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這間Snowpeak分店 是全東京 唯一間OLED店 如果你們喜歡Snowpeak 這個品牌 千萬不要操控這間分店 好 介紹一下 Snowpeak有很多功能性衣服 這件背心有名堂 叫做Takibi Vesto 即背心 這個Takibi的意思就是 燒木的時候 叫做Takibi 這件背心有個特色之處 就是這種材料 其實它用了很高規格 甚至消防員都會用到衣服的材料 所以當它燒木 例如起營火 火種彈的時候 就會彈穿件衣服 彈爛件衣服 但穿件背心 就可以阻擋危險性 是安全用的背心 如果大家喜歡露營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款 另外還有一個商品箱 介紹給大家 在這邊 就是這個 這款 叫做Breathable Quick Dry Shorts 這款是吸水性很高 很透氣 很容易乾 很適合現在到夏天 去一些村邊玩水 穿短褲 濕水也不怕很快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兩個系列 不要走 這裡還有一間Snow Peak Cafe & Dining 一直想試一下 其實Snow Peak Eat的旗下餐廳 因此全日本只有五間分店 所以這麼難得一定要去試一下 因為我一直都很夢寐意求 來到Snow Peak Cafe吃飯 因為它的餐具和用品 例如椅子和桌子 很多都是Snow Peak自家的出品 所以可以感受到它們的用具 好不好用 可以讓你用完之後再買 例如我前面這杯 就是Snow Peak最出名的杯之一 聽說很多外國人來日本都會買這個 我覺得這個手感很好用 一開始看到牙煙 兩個吊吊的 其實很穩陣 而且這個鐵穿得很漂亮 很舒服 而且很冰涼 很美味 我這一頓飯叫做 京鏟牛的牛扒 這塊京鏟牛扒相當大塊 而且切得很漂亮 它的食品主要靈感 是來自於露營美食 鹽選食材 而酵、正同煮炮製 中間還有粉紅色的 很美味 你不會猜到原來Snow Peak 它的用品也好之餘 那些食物也很好吃 這塊牛牛不會像很肥的和牛 入口即肉 但它有著勁 可以慢慢咬 它的牛味也很香很香 其實在南丁田 Granberry Park 真的有很多餐廳選擇 除了買三買袋之外 其實我來到這些地方 都很想推薦大家去買日本食材 第一間店鋪 就是這個 Akomeya 東京 很有趣 它有些產品是用了他們賣的米和茶 去製造一些護膚品 例如這個系列是用茶的石油 來製造的 這個是化妝水 還有一些 conditioner 化妝水 接下來了 這是Akomeya 當然是買米的 Akomeya 其實這個字就是Akome Maya 即是米屋的意思 所以一定有米買的 我以前的家人都會喜歡買日本的米 買回家吃的 這些包包就是兩盒 即是兩麥米的意思 都可以煮到三四個人的份量 而且它款式也有很多 例如有各原產的米 例如有杜根院 山形院 長野院 工程院 座禾院 新色院 北海道 秋田院 還有 除了買米之外 其實這裡的Akome 即是半飯吃的配料都很有名 我自己的私心推薦就是這種 我之前有一次吃完之後 就是鮭魚 三文魚系列的Akome 它是一粒粒在裡面 它真的是肉 其實是 這個就是有些三文魚肉 還有一些三文魚子在裡面 吃下去的時候 很有咬口 它又很濃味 加它和加飯吃 已經很好吃了 店員最推薦的產品就是這個 這是鯛魚包 其實是鯛魚飯 我可以選擇它做懶人包 因為它只要將自己做飯 洗了米之後 將整包倒進飯煲裡 一起煲 就會變成一個鯛魚飯 它有鯛魚片 在裡面 有些配料 還有生薑 還有另一間日本食材店 也很想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裡 九世福商店 除了很有名之外 也是我買了很多貨在家 現在去補貨了 九世福商店 絕對是喜歡吃 煮飯的人士的好拍檔 簡直是日本人的廚房 主要售賣日式調味料 煮食用品 零食飲品 而且四個字 加連麥味 將從日本各地的食材 都放在一間店裡 九世福商店 第一產品就是它 萬能出汁 先拿在點塊包子 餅乾 sv Ner 2003 是小包子 有些堅鐵粉墨在裡面 可以 Untin煮烏冬 烏冬 做蕎麥麵 或者 führen湯 或是故意做酒 或是做歌班 也可以加入醬 konsers 然後浸出湯 很適合煮日本食菜 issuing takie工具 這個可以用來煲菜食 好薄 當然不少香港朋友都想賣美增來試試 香港款式比較少 來到日本後當然有很多款式選擇 這間九十福商店也有一部份美增選擇 而最高級可能不是經常見到 就是這個白星美增 就是江崎市出的 即是在愛知縣那邊 我之前也配過本店 這個美增真的很好吃 另外就問店員日本人最喜歡買什麼 他就說原來是買這種大人的 Shake Shake Mantei 即是有三文魚肉碎在裡面 以及有名胎 除了可以逛街吃的之外 其實這個Granberry Park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設施 就叫做學館公園 就是在這邊 而且聽說還有Snoopy在裡面 去找找吧 哇 這條通道很闊很舒服 兩排是很漂亮的樹 在樹林下面走完全不會熱 這座設施是給六歲至十幾歲之間玩的 我就不能玩 但我這樣看也很開心 我之前有些朋友是有小朋友的家庭來的 他們告訴我每天都需要一個行程 一定要給小朋友去公園玩才可以的 所以我也很想之後再介紹一些公園 讓大家知道 其中一個是這個學家公園 真的很推薦大家來 然後我來 這邊還有五隻Snoopy 現在 各位 逛了一整天 這次在南丁田Granberry Park 是比我想像中好玩的 首先今天早上第一站 我去了Snoopy Museum 是非常開心 因為真的沒有去過 而且又去Snoopy Cafe 真的月蒙 一次過完整兩個夢 雖然我自己真心 不是一個超級粉絲 但媽媽很喜歡 所以也買了紀念品送給她 進去之後一定會同心回來 另外去Snoopy 還有很多出名品牌都找到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VloorPen 以及看看品牌 list 有沒有自己想找的品牌 還有今次我介紹的 一些日本食材的店 我自己也真心很推薦 希望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收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拜拜 拜拜 拜拜Snoopy 拜拜 拜拜